做分享一下 OK那么Q4这个我们就是第四季了 我们有这么多 第一个就是EP200我们招跑 EP200大家记得就是 三个户口 八箱送一箱 然后 三个户口都是180天 那么在第二呢 就是如果在这个 第四季里面任何一个月 如果你可以推荐四个 EP200你就可以得到现金 这个四个 这个红色推荐四个 你就可以得到1200的现金奖励 OK 然后一样我们就三个复古都是大的 都是伯鲜妹套的 然后如果你一个月里面推荐不到四个可以推荐两个的话 也可以公司会给你 这个周年庆的入产券价值250 这个我们周年庆会在明年的2月举办 OK然后再来 10月份呢我们有做一个就是你购买一箱的免疫炉啊 他就送100消费积分 所以总共 12345还有一个 这个想去旅行呢 我们明年会去哪里啊 去纽西兰 想去纽西兰的 分数还没有达到的 或者分数还没有达到600 以上的哈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在第四季啊也就是10月11 12月 这三个月 你们所有的分数呢都是triple 就是三倍啊 三倍送 等一下我给大家讲 怎么样是三倍送法 OK好这个就是一个表来的 第一个就是EP200 EP200 所以EP200记得要快快推荐 然后你如果你当月推荐两个EP200 就送一张的 影券 一张的那个 中年性的入产券 价值250 然后如果你可以一个月里面推荐四个的话就送你1200的现金 现金 OK好 那么 再来的话就是 啊 旅游分数三倍啊 Triple 任何一个月合格啦 你合格什么聘位等一下我给大家讲啊 所以每一个聘位的分数呢 都是三倍 都是三倍啊 OK那么 10月份啊特别10月份的 就是你购买这个 免疫炉一箱啊 就是他的编号是SM11 你就会得到100的消费级本 OK那10月份我们的 只有免疫炉有这个特别的消费级本 中啊 OK这仅限于产品编号SM11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活动啊 所以这个是明细啊 啊 如果你大家如果你看我们的产品狼哦 你看到这个一箱的免疫炉 图片就被你讲了对不对 OK 啊这一个就是我们11月份的 针对这个 一箱的免疫炉做促销啊 所以我这个名字就10月有万胜配套啊 这个一箱的186是没问题嘛对不对 好 他就送100消费级本 那么新人如果加入他买5箱呢 所以他就有多少分呢 就500消费级本对不对 因为一箱就100嘛对不对 5箱就500 OK那么 那么我们已经是会员了 从销可以买吗 你可以买哦 你买一箱 你会得到100的这个配套送100嘛 然后你自己从销的还有73哦 OK这个大家都可以 都可以去 如果要打这个消费级本啊 可以有这种方式去买 OK那么最重要的还是我要讲这个 这个新人加入啊 刚才我们的K老师有讲了练名单 名单过后就要邀约了对不对 邀约你朋友加入的话 当然我们要推这个EP200 因为这个EP200是很非常值得的 因为他怎样呢 这个叫企业装实配套啊 你只要投资8800 8箱免疫炉 8箱免疫炉对不对 然后公司再送你一箱 价值1100嘛对不对 然后 三个户口都是大配套的 而且这三个户口都是怎样啊 都是180天 就是6个月不要maintain了 那么但是这个只是给新的会员呢 所以把那个名单 列了过后呢就赶紧去 快快就邀约出来 然后把这个EP200推荐给你的朋友啊 让你的朋友在这个事业里面很快就可以起步了 OK这个就是我们的EP200 好 这个就是刚才讲过的现金奖励 就是如果你一个月里面推荐两个罢了 那也没问题公司也给你一张价值250的Ticket 就是周年庆的 那么如果可以推荐四个的话那就更好了 你就可以拿到1200 其中一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Q4的活动啊 然后三倍的旅游分数 那么旅游分数是怎样的啊 这个有个example啊 举例啊 你10月份你推荐4个EP200 所以你就得到现金 1200对不对 当然Ticket是拿不到了啊 因为你拿到现金嘛对不对 那么你11月 你再推荐两个 所以你没有拿到1200但是你可以拿到一个Ticket 因为你推荐两个嘛对不对 OK12月你再推荐4个EP200 你再得一个钱的 OK这样可以明白啊 OK这个就是我们的 最近EP200的好处啊 然后那个Talo这个有一个 Tone Condition的我们就调规 这个活动就是Q4嘛就是11月1号到12月31号啊 然后这个就不要讲啊 然后再来的话 大家有知道自己的旅游分数有多少了吗 因为我们的旅游分数是累积到今年的12月啊 就累积到12月31号啦 然后呢 累积的分数呢就是明年我们会去纽西兰 OK大家 你可以去自己的复古的论语看你的MyT Point看有多少分数啊 但是记得啊你打这个范围 这个front你一定要打2021年01 到现在嘛 现在应该是09啦 因为这个是example是06嘛 你是20 21 01 就是2021年的1月份到2022年9月份 你看你这边分数有多少啊这个这个人有拿到5000多分啊 所以这个人已经拿到免费一张Ticket了啊 OK好 那么旅游分数到底是怎么去获得的啊 那跟大家回顾一下啊 那我们的旅游分数有有三个方法就得到了 第一个就是当月晋升 比如说你当月晋升红宝啦 你就会得到50分的如果你没有升 升级到红宝了你去看你的里有分数最少有50分啊 那如果你是 你是保持啊 保持的话 卢比的话是25分 啊 当月上环境就是100 OK 当月上这个钻石就是200 maintain就是一半了 就是刚好一半了 如果当月上蓝钻就是400分 OK你maintain蓝钻就200分啊 当月上总裁有1200分 maintain 总裁就600分啊 如果你当月上皇冠啊 在基尼里面还有三个月啊 上皇冠就保充一个命额 OK 然后如果保持的话就有200分啊 那么Q4第四季的三倍是怎么算啊 你看这个50啊 就变成150 25就变成75啊 就变成这样的例子啊 所以意思说 这个月 10月 11 12月 任何一个月里上钻石你就有600分 你上蓝钻就1200分 你上总裁就有3600分 OK 那如果你是maintain 比如说我maintain这个红宝我就75分 以此类的啊 那如果你厉害啊 在基尼里面上皇冠的话 那你就三个名额 我们三倍嘛对不对 就有 就会有三个名额了 OK这个是第1个自己啊 然后第2个是栽培你下线啊 栽培你直接推荐的下线 晋升 啊 我们本来的 是你栽培一个 红宝石 你就有25分嘛对不对 你栽培一个环境有50分 栽培一个钻石有100分 栽培一个蓝钻就有200分 栽培一个总裁就有600分 你栽培一个皇冠啊 你就2000分嘛对不对 OK那么我们就q4呢 是三倍啊 Triple Triple会变成这样呢 会变成这样 就是说你栽培一个 红宝石你就75分 额外的啊 然后栽培一个环境就150分 栽培一个钻石就有300分 栽培一个蓝钻就有600分 栽培一个总裁就1800 栽培一个皇冠呢就一张的 有600分 OK这个就是 栽培你下线晋升你可以得到的旅游分数啊 那当然对一个新人来讲还没有上聘位嘛对 那他只要推荐一个人 我们我们本来的推荐一个有5分嘛对不对 那么现在的promotion呢就是推荐一个就有15分啊 就有15分啊 15分 OK这个就是我们的旅游分数 在Q4来3倍啊 不论你新晋升也好 或是你maintain的那个分数的好都有3 3倍啊 那么我们去纽约他有个条规条件 就是你在年尾啊 累积到年尾 累积到12月 你必须最少要600分啊 如果你没有600分你没办法 你没有资格 没有没有这个 这个资格去参加我们过了23年的旅游分数啊 OK 当然我们5000分就是免费嘛对 600分是合格啊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季里面呢 累积更多的旅游分数啊 尤其去纽西兰啊 因为为什么要去纽西兰 因为纽西兰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生产的过程 所以有 我们想说你自己亲眼看到啊 亲眼摸到了 会更 更有信心啊 OK 这个就是旅游